OK,这是任天长switch,但是呢,这个盒子在插上去之后 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今天呢决定把它拿回去看能不能换一个新的盒子 因为这盒子应该是不正常的 之前呢买过一台,所以我大概知道我不想买一个产品 它那个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怕,我去只是为了换一下这个 这个,呃,只是去换一下这个底座 但是我怕它说OK,我说换不了,我只能把整个机子换 所以我还是先把东西完全包装好之后呢,去搞定它 我希望它不要给我换掉 因为我不需要把它换掉 而且关键是我怕它没货,但是赶紧出发了 我那小时候啊,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想长大后在某一天呢,能够去这个像农场庄园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里面骑骑马,然后放放牛什么的 但是这个愿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以实现 今天是周六,周六的话,其实坐在家里真的是非常的煎熬 然后呢,我决定出来到附近的一个open的就是免费开放的农场里面 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加拿大的一些农场的这种生活 或者说那种农园,农园的生活方式 公鸡叫了,Let's go! 大家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小鸡就在这里 Wow,nice! 在那一边呢,会有一些就是农副产品在卖 而这一边呢就是,我那个公鸡在叫,我去看它一眼 这边呢就是很多这个动物的一些圈养的一个区域 然后,哈哈,这个公鸡很有意思 垃圾桶里都是一些食客吃的东西 Do not feed animal,是不可以喂的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公鸡呢,跟这边的羊在一起 哦,好可爱的羊 Wow,这是一个羊圈嘛 OK,看公鸡跟羊是不分家的啊 然后,哦,它应该走错地方了 其实,这边才是公鸡 诶,这好像是某种特殊的鸡 哇,这边还有小羊 好小的小羊 哎呦,它跳上去了 哇,这个伸手很敏捷 然后,看这边走过来一只,诶 来,过来 好的,身后呢就是一只小羊羔了 不会咬我 诶,都是鸡屎啊 都是你的屎啊 都是你的屎啊 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OK,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呢 我的一个爱好是 除了这个拍视频之外呢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拍照的 所以今天呢我带了两个相机 所以我今天会拍摄一些这个 动态的视频以外呢 还会拍很多这个照片 我希望 这照片虽然可能看起来不专业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很喜欢 我会分享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吧 照片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用这样的砖 巨大的砖 然后累出于存储这个沙粒的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谁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话 记得留言评论 大概就全都是沙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这么大一坨 Come on Come on 哇 这什么 在我身后呢 这是应该是一个 农场用的一个 运输东西的小车吗 真的好厉害 Popkin Patch 这应该是种南瓜了吧 哇 这地方好漂亮 竟然还有铁轨啊 好 OK 我们可以进去 哈喽 OK 大家呢 能够看到刚才我已经在镜头当中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很多的秀式 Do not enter 就是其实从这个往后呢 它说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 我觉得危险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火车啊 过来过去 或者这个农场的车 为了我们的安全呢 它这边是禁止让我们再往前走的 Turn back 我们去其他地方能够参观的地方 再看一眼 就说实话 我真的很想走到那里面 但是 我是一个守法公民 花肥挺香的 这个非常的香 哇哦 稻骑 我特别喜欢稻骑的车 因为我在加拿大的第一辆和第二辆车就是到齐的 不过这样的车可能开到路上可能会化掉 还有蜘蛛网 平时我们在这个饭店或者家里吃的这个菜 这边有啊 这边有一个 有点像香菜的感觉 在我眼前呢 这个植物呢 或者说这场景呢 让我想起 我在中国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操场跑步的时候摔倒了 然后整个腿呢 就被刮了很多口子 然后就坐在一棵树下乘凉 然后休息 然后一把 鼻涕一把泪的 等着姥姥姥来接我 因为当时太疼了 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柳树下 真的很怀念 然后真的真的很多人来这边买东西呢 是因为这些所有的蔬菜呢 基本上是从这个 从这个地里边直接拿下来洗了 或者说非常非常新鲜的 直接运过来 这里要比那个超市啊 更加新鲜一点 因为超市的运输 可能要比这个要延迟几天 好大的习瓜 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这样的农贸市场里 买蔬菜或者水果的话 其实要比一般的超市呢 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因为这边真的是 Organic 非常非常新鲜 但是这边还是会有很多人呢 大老远的跑过来 就是开车 跑很远回来的地方 来这边去买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或者说 也是享受一下这样的 这个农园生活 所以特地赶过来 在我们往往对生活质量认知情况下 很多人说有钱吃得好就好 其实也不是 关键是看你这个 如何去接触和享受 我们周边的环境的 我们周边的环境的 这个呢就是农场常说的这个走地鸡 这就是真的是大街上人群当中 随便走来走去 感觉他们跟人类是很好的朋友 殊不知我们把它吃掉了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哈喽 好久不见 我要走啦 我要走啦 哈喽 拜拜 小公鸡 拜拜 小山羊 小山羊 OK各位观众 这个真的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真的以后在这个地方能够 在加拿大骑一次马 骑一次这样的马 OK我不知道 你们大家都有什么样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呢 起码真的是我一件 藏在心中很久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 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实现 如果实现的话 大家会看到 生活非常美好 我很期待 现在还有十分钟关门呢 不知道 哈哈有没有货 真的 唉 刚才呢 从我 购买任天堂switch这家店里的 就了解到呢 我没有办法在他店里换货 是因为任天堂的policy就是 任何店家呢 把这个东西一卖 一旦卖出去的话 就跟这个店家没关系了 有什么问题呢 要跟任天堂直接联系 然后这个店家还跟我说 任天堂很好的 你跟他联系就可以了 哎呦 我怎么这么倒霉嘞 回家